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行将钓鱼群岛化归给冲绳县管辖 这一举措未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承认 1895年4月17日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中国歌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给日本 1900年 日本政府把洗用了几百年的钓鱼岛等岛屿的名称 改为尖阁群岛 1941年12月9日 中国对日本正式宣战 宣布废除一切中日条约 1945年7月 中英美发表波斯坦公告 规定日本之主权 只限于本州 北海道 九州 四国 本土以内 日本政府将附属于台湾岛的钓鱼岛等岛屿 以归冲绳县管辖为借口 将与美军占领 1972年5月15日 美国将流球主权移交日本 钓鱼岛猎鱼管辖权一变移交 1978年 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中国政府明确宣布 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 留待子孙后代解决 70年代至今 暴钓事件不停地发生 加上中国台湾问题尚未解决 也让整个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2012年9月11日 日本政府与钓鱼岛所谓 土地权所有者 立元家族 签署了岛屿的买卖合同 同日 中国至少有52城市民众 举行反日游行 部分地方出现了民众 打砸日系车 日资商店事件 随着钓鱼岛事件的不断升级 中国民间保钓情绪高涨 呼吁抵制日货 近期播出的凤凰卫视 关于抵制日货的节目里 一个孩子站起来发言 我们要抵制日货 并不是要砸自己的日货 而是在各行各业都比他做得好 我们的官员比他们清廉 我们的街道比他们干净 然后我们的桥也比他们结实 还有我们的年轻人 比他更有希望 更有未来 我看你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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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